这个视频起,咱来学习竖直平面内的圆周运动 中学阶段,你只需要汇算物体通过最高点和最低点的情况 而过程中的其他位置,定性了解就可以了 竖直平面内的圆周运动可以分成两类 第一类,像绳子连接小球,沿内轨道运动的波山车,水流星等等 物体运动到轨道最高点时,没有东西支撑,叫做无乘托模型 另一类,像球与异端固定的轻杆连接后,做竖直圆周运动 小球在光滑竖直圆形管内的运动 或者中间开孔的小球,套在竖直放置的光滑圆环上运动等等 物体运动到轨道最高点时,有东西支撑,叫有乘托模型 这个视频,咱先解决无乘托模型 它有两类表现形式 小球与异端固定的绳子连接后,做竖直圆周运动 或者小球在圆轨道的内部,做竖直圆周运动 这两种形式,对应的物理计算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无乘托模型有时也叫绳球模型 以水流星为例,来具体计算一下 在水桶里倒上水,让它做竖直平方内的圆周运动 如果速度不大,水会洒出来 只有当速度足够大时,整个过程中才不会洒出水来 这是为什么呢? 水最容易洒出来的是最高点 先分析它的受力情况 希望水不洒出来,也就是水压在桶底 于是桶底对水有弹力N 当然水还受到重力G 这两个力的合力充当向心力 找找临界状态,也就是水将要洒出 还未洒出的时候 此时弹力N等于0 也就是完全失重状态 于是重力提供全部的向心力 速度就是根号下G2 而当N不为0时 同样列出向心力的方程 N的大小就是这样 想让弹力N增大,就得让速度增大 因此这个根号下G2是能达到最高点的最小速度 如果最高点速度小于根号G2 那其实根本就达不到最高点 水会提前洒出来 如果换成圆轨道上的小球 就是提前脱离轨道 我再强调一次,神球模型中 小球能做完整圆运动的条件是 最高点的速度不小于根号下G2 最高点的情况明白了 再来看看最低点 此时向心力指向圆心 竖直向上 由重力和支持力的合力提供 因此支持力大于重力 出于超重状态 这和汽车通过凹星桥的情形 其实是一样的 至于最低点的速度 它其实和最高点的速度有关系 以后你学习机械能时 咱们再具体分析 你现在只要知道 由于完整圆轴运动 要求最高点速度不能太小 所以最低点速度其实也不能太小 最高点和最低点的情况都说完了 那其他位置情况如何呢 此时它依然受到重力 以及沿半径方向的弹力 按照镜向和切向正交分解 向心力由弹力与重力沿半径方向的分力 一起提供 而重力的切向分力 负责改变速度的大小 向上运动时 这个分力与运动方向相反 因此是减速圆周运动 速度降低 向心加速度也就跟着不断减小 反之向下运动时 就做加速圆周运动 速度增加 向心加速度也跟着不断增加 整个运动是一个变速曲线运动 以上就是绳子连接小球 在数字面内做变速圆周运动的模型 它与小球在圆轨道内部 做数字圆周运动模型一样 都属于无乘托模型 这种模型中 小球如果要做完整的圆周运动 必须使得小球通过最高点的速度 不小于根号G2 当速度大于此临接值时 速度越大 受到的弹力越大 与此对应 小球通过最低点时的速度也不能太小 此时他处于超重状态 小球从最低点升至最高点的过程中 做减速圆周运动 从最高点降至最低点的过程中 做加速圆周运动 你明白了吗 明白的话就刷题去吧 小球通过最低点的过程中